奇怪 我都沒看到那種蚂蚁喔 你怎麼整天在看那種蚂蚁喔 很奇怪 要 要勾 很奇怪 你怎麼承認啊 你也做很快是不是 大家好 我是不覺得Yes Steven他是瞎 今天這集影片呢 我們要對大家平反的樣子 沒錯 我們兩個呢 現在是在桃園機場的第一行下 因為常常有非常多的觀眾 會在影片下面留言問我們說 比如說出國的時候 出口怎麼便宜 在仁川機場該怎麼搭那個機場的快線 畢竟陌生地方大家總是不熟悉 所以今天這集影片呢 我們就要帶大家手把手 帶你從桃園機場搭到韓國的首爾站 如果你要去韓國呢 相信我看完這個影片呢 你絕對不會害怕陸進韓國 可以堪稱韓國陸進最強的教學 那現在廢話囉嗦 馬上就跟我們一起出發吧 Go 我今天我跟西亞呢搭的航班了 應該是很多人都搭的航班 大家看就是這個 噠噠 你會看到 副航的TR896 因為這個航班應該算是近期啦 就是異形後副航的 最便宜的航班 我順便可以模擬一下 他飛到首爾的這個時間啊 我們還來不了一集 趕得上 機場快線到首爾站 嗯 我們有可能會睡在首爾車站的外面 沒有可能會睡在哪裏 哈哈哈哈 不過在這邊就是要跟大家講 現在一般來講的話 出發前三個小時 疫情後的話 現在好像常規 出發前三個小時 然後你就可以check in 櫃台就會開 所以大家可以預留一下時間 等一下我們要拿SIM卡 所以我們會在提早半個小時 那如果你不用拿SIM卡 你就可以大概剛好抓 看有沒有要早點進去啦 不然一般花兩個小時 時間應該也是夠 大家可以看到 這邊後面呢 就是出海關的 過海關的地方 然後西亞呢 說因為她想要辦那個快速通關 這裡 自動財源通關申請 噢 就在旁邊這裡哦 我們就來稍微辦一下 好 大家就來走一遍哦 先拿這個 護照掃下這個機器 哦 好快哦 他連指紋都不用按耶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桃園機場的就是 那些商店啊 基本上都全開了 上次我跟西亞啊 大概11月底 去年11月底出過的時候 基本上都還沒有開 那現在基本上都全開了 欸 小姐 來 你小碼給我送嗎 我幫你去哈馬斯找那種電視要不要 可是我剛剛看到裡面 沒什麼東西 嘿嘿嘿嘿嘿 那現在在我們等待的同時呢 就順便要來申請 QCO 那從4月1號之後 去韓國的 都不需要申請KTA 不過我覺得她這個KTA真的是 來鬧的 真的嗎 對啊 超難申請的 她一下下然後就 好像才3、4 大概有半年啦 然後就馬上就取消掉了 簡直就是來亂的 但是QCO 還是需要的 接下來西亞呢 就是你直接上網 Google打QCO申請 然後第一個 你直接點進去 按給他來申請吧 所以她這QCO呢 你就是可以像 可以提前三天申請 也可以當天申請 像西亞現在啊 她講話頭前呢 把資料填一填 然後你按一下確認呢 QCO申請就會完成 那非常快好像 QCO呢 馬上就申請好了 就可以拿到那個QRCO 你記得要把它截圖 放在手機裡面 因為到時候到韓國那邊 下飛機之後呢 第一步她就要少你這個QRCO 那現在呢 我們已經到達我們的登基門B9 事實上我後來發現啊 B9這上面呢 它有那個功夫差 因為連航的話 一般是不可以帶外事 所以如果想要偷吃 不是偷吃 就是 想要吃飽 再上路的人呢 就可以在上路 讓我給大家看一下 今天運氣不錯 那個飛機呢 沒有Delay 就是現在才5點多了 然後 飛機已經到了 對 所以一般上來講 應該是不會Delay 不會不會不會 咦 沒有好感 好像螞蟻 你說什麼 台灣 就是新疆國人 每個都螞蟻 都螞蟻什麼螞蟻 對啊 都燒 你吃韓 奇怪 我都沒看到那種螞蟻 你怎麼整天在看那螞蟻 你吃一看 要過 你吃一看 你怎麼承認啊 你也更快是不是 那現在呢 其實時間很快了 我們已經差不多在過 一個小時左右 都會到達的時候 真的別一個小時 因為通常搭這個 酷航這班的航班 大家最大的問題就是 下飛機到底 能不能趕得到 失去 因為畢竟我們到 人船的話 如果也不累啦 一般有可能會在 10點左右 才會去機場 就會可能會 來不及趕上最後一班 所以呢 現在在飛機上啊 就會讓下來 先把這個剛剛買的 SIMA先撞上去 因為我們等一下 一旦除飛機之後 就要一路一直趕趕趕趕 趕到那個收餓站 基本上也不太會有時間 給它換 所以呢 現在就要在飛機上先換好 大家看喔 我們已經到了 收餓 那我們今天運氣蠻好的 是因為 這段飛機今天非常的順 基本上是沒有延遲的 我們還提早的到 所以我跟SIMA呢 就現在要趕快衝到 在入境韓國的第一關 QCO那邊 是少QCO的 大家看喔 這邊呢 就是少QCO的地方 你只要 只要有些登陸好QCO你就可以走那邊 如果沒有登陸的話 你就是要填表格之後 走那邊才可以喔 那現在呢 我們已經到達就是 過海關的地方 因為我們兩個收腳還蠻快 所以可以看到 這邊的人還算比較少 你看 運氣很多 哪有 這個算少好不好 基本上來講 排一下下就到了 我們今天真的是運氣還算蠻好的 欸好快 它現在都不用填那個入境卡 就是我們現在從海關出來了 它這邊呢 就是你要看 去幾號轉盤哪裡的行李 像我們是搭這個TR896 10號 然後剛好可以給大家看一下時間 9點50 欸我們今天超順的 我們今天真的很超順的 我們要怎麼下去啊 欸那邊 當然我會有那個手扶梯 走 我們拿到我們行李喔 現在時間呢 是10點04分 因為我們才等了8分鐘 可是我覺得等超久的 今天比較奇怪 在這個行李轉盤上面 可能因為它只有用這一個行李轉盤 大家可以看到 上面都超滿的 然後等的人又很少 對那現在呢 拿到行李來 我們就趕快帶大家出去 去趕機場快線 來看看到達時候這樣會是幾點喔 然後順便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人山機場現在入境有免稅店啊 它是在7號轉盤 6號跟7號行李轉盤的中間 它是有賣酒煙跟一些化妝品 化妝品 對所以剛來韓國的話 你有東西要買的話 也可以在行李轉盤6、7中間去找這個免稅店喔 好那現在我們出海關喔 那那個機場快線怎麼去呢 到達入境大廳之後 出來之後可以看到手扶梯 那上面的是出境大廳 你要往下 我們要下到B1走到那邊 機場快線的話是在中間的那個 它有個像是小小的轉運轉的建築物 事實上你搭這手扶梯到2樓 它那個天橋也可以走得過去 那我一般是比較喜歡走B1 B1的速度會感覺快一點 我快死了 好喘喔 然後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地下一樓的那個漢真墓 欸有開 因為疫情的時候它整個關掉了 是喔 對現在確認是有開了喔 各位它真的有亮喔 然後你看這邊呢就是機場鐵路 空港鐵道 走這邊過去呢 你就可以去到機場快線了 欸我在出汗的呀 然後你只要一直順著那個寫著 空港鐵道的招牌呢 最後就會走到這邊 這邊呢就是機場快線的上車處 那會有很多觀眾問說 一般T-Money卡在哪邊買 正前方 我會把畫面放大 有個販賣T-Money卡的機器 就可以在那邊買 那現在呢我們就來確認一下 我們T-Money卡的月額喔 當然怎麼充值呢 就是你直接把卡放上來 然後呢按第三個按鈕 當然它有中文 可是你直接按第三個按鈕就好 然後充兩槍 按著 然後這邊有個亮露射燈 你把錢放進去就好 好這樣可以加錢收起來 它這樣子就代表在充值中 好這樣我們就充值完成 可以了 然後我們就直接走吧去打車 那這邊呢就是最後機場快線的月毯 那先給大家看一下 它這邊呢新開了加GS25 所以是你要買便利商店的東西的話 是可以來買 然後我跟Xia的選擇呢 是大家就是All-Star 就是一般夜車每一站都停的 那這個是A-Sino 給大家看一下 你可以稍微定格一下 那它最後一班啊 如果是因為今天是平日嘛 最後一班的話其實都有到 11點56分 那我們現在時間 應該是差不多在10點半左右 所以時間真的是戳戳有了 當然因為我們今天這個航班 它沒有delay還提早到 但是如果大家有delay的話 你就最後一班 看你這個時間 只要在這個時間的話 你們應該都是可以搭到手錄站的 好那現在呢我跟Xia呢是來到就是 富品站 為什麼會在這邊呢是因為 我後來發現呢 我們搭到手錄站的話 會來不及搭到我們今天有趣的目的地 因為我們住的地方不是在手錄站 對我們在固營站 夠大 昨天臨時取消我的住宿 害我們要跑到那邊去 可是不管怎麼樣呢 其實我後來發現 因為我們也不用特地跑到 然後搭到手錄站去給大家看幾點 因為它的時刻表上面就已經說了 剛才大家那班稱的就是 11點29分會到達手錄站 所以今天這集影片呢 我們也算是幫大家實測 從台灣的桃園機場 大家最喜歡搭這個TR869庫航 6點起飛飛機 11點29分會到達手錄站 那因為很多人在搭這個航班的時候 他就會問說 那比如說我要到明洞 到東大門可以去嗎 我跟大家講 可以 事實上我跟他搭到手錄站 其實都可以去轉 在轉達 而1號線的話 南邊最遠可以跑到新道林 北邊可以跑到回擊 所以事實上你只要在 南不要超過新道林 北不要超過回擊站 都是可以到 就是像是門大門 明洞 東大門 基本上來講 你按照我們今天的路線都是可以到 但是如果再超出 像我們今天到故意 不用擔心 只要你有錢 坐taxi就好 所以我們今天就幫大家實測 搭這個大家最喜歡搭的 TR896 到達明洞 或者是東大門用地鐵 這絕對沒有問題 不過在這邊要先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因為我們今天算是很順 飛機還甚至找到什麼這種狀態下 是來得及的 但是只要抵抵一個小時 基本上來講 你就絕對沒有辦法搭地鐵 所以大家稍微跟地鐵 也情況很良一下 好啦 所以今天這集影片呢 我跟希拉就是帶大家手把手 從桃園機場 達到首爾山 希望對大家會有用 那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 你也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給我們 我們都會幫大家回答 好啦 那今天這集影片就是這樣 大家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請幫我們訂閱按讚分享加開啟小鈴鐺 你要任何訂閱按讚留言 對我們講都是摩打支持跟動力唷 那今天這集點讚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囉 掰掰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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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